欢迎收看中视早安新闻 我是刘佳 首先关注到 市邻地检署持续侦办高端 基亚涉嫌内线交易一案 在昨天晚间是传唤了 基亚董事长张世忠 等18个人到案说明 其中12个人获得了无保请回 4个人交保 张世忠还有前财务长 则是被移送市邻地检署复讯 详细的后续情况连线给记者王运婷 市的主播市邻地检署 侦办高端公司基亚公司股票 涉嫌内线交易非常规交易案 29号晚间传唤基亚生物科技 董事长张世忠等18人到案说明 有没有内线交易 有吗 让一下让一下 其中12人获得无保请回 4人交保 董事长张世忠及前财务长 则是被移送市邻地检署复讯 监调追查高端从2020年2月 到2021年7月间 陆续公告利多及利空的重大讯息 疑似有内线交易情形 经过专案小组长期过滤投资人资料 并透过资金清查等侦办作为 发现有内部人涉嫌泄漏消息 给亲朋好友购买高端股票 据详细股票交易细节 以及涉案人员 都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离情 以上最新主播